大家好,我們Taya Dog出的新一款TPVNS系統 大家可能問說這個TPVNS系統跟原本TPVNS系統有什麼差別 原本的TPVNS系統呢,它就是偵測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胎壓,第二個功能是胎溫 那TPVNS系統就是我們所謂的輪胎異常偵測系統 它是透過裝在輪胎裡面的新型感測器 還可以偵測輪胎各種異常的狀況 好比說呢,輪胎有附著義務 或是胎面不平 甚至是鋼圈它變形等等 所以這個新的系統呢 可以大大的增加我們行車駕駛人的安全 就如剛所說的TPVNS系統呢 需要安裝感測器在輪胎裡面 所以我們之前先行呢 已經安裝了胎內式感測器 這是我們想要模擬呢 輪胎各種異常的現象 所以我們將使用膠條 打在我們的輪胎上 藉由模擬胎面可能不平 或者是胎面附著義務 這些情形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花一些時間來上膠 尖叫 膠條已經覆蓋在我們的輪胎面上 接下方我們將會實際上車開段路 想要測試及驗證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偵測出這個胎面不平 甚至是有義務負責在我們的胎面上 所以我們出發 現在螢幕上顯示的是四輪的胎壓及胎溫 接下來我們將會開一段路來驗證 右後輪是否會偵測出輪胎異常的狀況發生 好,我們馬上看到的是 右後輪已經出現輪胎異常的警報出現 所以駕駛人必須停車來注意該輪的狀況